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三表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决定推迟向以色列运送高有效载荷弹药 其原因是以色列计划在拉法发动攻势 美国反对在没有新的迷失保障措施的情况下 对拉法发动攻势 奥斯汀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在没有考虑和保护战场上平民的情况下 以色列不应在拉法发动重大袭击 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有谁来推进暂停的运输 并表示这不属于最近通过的补充拨款的一部分 以色列威胁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袭击 以击败据称藏身在那里的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以色列军方表示 在拉法东部多个地点发现了哈马斯基础设施 周二 以色列坦克驶过加沙和埃及之间的拉法过境点 切断了一条重要的援助路线和各离伤员的唯一出口 5月8日 有人看到以色列坦克向拥挤的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方向开火 但这座城市也是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的避难所 他们挤进帐篷营地和临时避难所 面临食物 水和药品的短缺 哈马斯表示 其武装分子正在东部与以色列军队交战 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武装分子在机场附近 用重型火炮袭击了以色列士兵和军车 美国表示 已扣押了一批命亡以色列的威力炸弹 以防止平民伤亡 加沙卫生部表示 在加沙长达7个月的战争中 以色列的进攻已造成3484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日前哈马斯同意停火提案 这有可能会突破谈判僵局 最新谈判将于周三在开罗恢复